切成这样了 你待会去摆放的时候就很容易 哇好像糊涂已经出来了 对不对 然后我们把它都推起来 把它这样的这样推起来 现在推起来它就能够 就是取一个小碗 然后呢把你切好的这种三角形的南瓜 就是按序排起来 也不用说我要找到刚才我切的是哪一块 不用不用 因为那样你很不容易 只要形状有就行了对不对 只要形状有就行了 所以来切它就会合在一起的 这两块基本上就合成这个 这也是贵州比较特色的小甜点对不对 贵州比较 还是比较喜欢吃的这种甜点 也是贵州人比较喜欢吃的 那么多余的这种料 多余的这种料可能切成小的这种丁 然后同样放进去 切成小块放进去 切成小块放进去 就我们先我们给它起的名字叫八宝南瓜 还有一些就是有一些材料 还有材料 还有材料 我把材料拿过来放 八宝南瓜 当然呢就南瓜里面还有一些的配料 非常的氧 像红枣啊枸杞啊莲子啊百合 但你喜欢的只要能凑够八样的都可以放进去 就是蒸出来会很香 对不对 但是有一点我要强烈是不能种昏的 oli的了煙的就分的昏菜啊 因为我们巴鲁南瓜非常的养生 他都素食啊 对 素食所以不能用婚礼 还得不麻烦一点 哇 就是你想让它 如果还加了水果进去 就更痒 水果啦 北河啊 莲子啊 红枣啦 狗鸟啊 这类的东西就放进去 哇 好痒 好的 那我们现在就 可以了 对不对 对了 我看了就好吃 嗯 我先把猪猪 封起来 然后放进 蒸一个里面去蒸出来 蒸过十多分钟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现在就 好 封上保鲜膜 就可以放上蒸锅了 够简单的 对不对 赶快在家里面动手做吧 如果要蒸多久 大概要十几分钟就可以了 蒸多就行 十五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啊 时间已经到了 其实非常快速就可以蒸好了 现在我们就可以把它们从蒸柜里面拿出来 呃 大家不要一看到蒸柜就害怕 哈 今天在家里面做蒸锅也很好用 嗯 非常的烫 要小心 哇 在这儿在这儿 天呐 它怎么蒸出来是这样的 就是 水会非常非常的多 因为里面有水果嘛 再加上南瓜 它本身哈 就是也会有很多的水分 你在蒸完了之后 它就会出现很多的汤汁 不需要你再去什么加额外的蜜汁都不需要 这样子味道已经很好了 哇 我又觉得 很适合老人吃 因为它有这个护肠味的作用 南瓜 非常的好 那年轻人吃的话 它也有这种排毒的作用 嗯 把这个 拆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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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鲜膜是蒸的时候 也不用扎孔的 就完全密闭 不用扎孔 里面都是很多汁 好多汁 好多汁 我太开心了 我觉得我连我也学会了 所以有这个小碗在 是为了给它更好的形状 对对对 哇 到那儿 虽然有点裂开 其实自己也可以稍微整一下的 就是不是很烫的时候 你可以再给它稍微的集中一些 让它的样子更漂亮 最后这步我来做吧 和老师好不好 来来 何师傅简直太厉害了 就我们觉得 这么难蒸的南瓜蒸 在它手里面就变成一道 很简单的甜点了 好 浇上去一些蜜汁 那这个蜜汁 其实你可以浇蜂蜜汁 或浇一些桂花蜜汁 或者一些果汁 你喜欢的都可以 这样就可以了吗 可以了 好 就可以食用 你就可以吃了对不对 就可以吃了 非常的简单 你也可以把它带回家哦 也不知道为什么 虽然这个南瓜它是一个素菜 可是就你会觉得它很有吸引力 或许我们在吃火锅的时候 周围都是鱼啊肉啊 所以搭配这个南瓜就很合适 就很应景 所以要看这个小点心 什么时候出现了 尝一尝 这也是贵州很有名的 这个蒸南瓜 还有个名字叫八宝南瓜 在家里面试试看吧 一定会喜欢 像我一样喜欢它 丰富的菜色中 有一道清新爽口的料理 调节油腻感 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哦 不可错过 明天的美食推荐 碎碎盈余